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立竿见影 要倒并出 首先我们还是要加强一个很重要的认知 那就是整个玩家持有一个共性 防守不足和炸弧不足 我们可以想一想 什么高额排谱或者SOVER的行动 会让我们感到诧异或者反直觉呢 通常来说是那些你似乎无法理解的跟住抓炸 或者绝命不拉 这其实从侧面反映了 我们对这类非常激进的行动是缺少认知的 但是这些操作却又是SOVER眼中的基础操作 我们没有SOVER这样的计算力 也就很难做出这样的操作 这就导致了长此以往玩家的行动 就会呈现出激进度不足的特征 所以呢 我们在低级别剥削玩家持的时候 就可以从这两点下手了 关于炸弧不足的部分 我们在上期视频中已经提过了 我们一定要考虑下注中的价值和炸弧的倾向 那我们怎么剥削玩家持防守不足这一点呢 这个问题说简单也简单 垂就完了嘛 但是什么时候垂 垂多重 这就是需要深究的地方了 好在我们签算已经收集了上一手的手牌数据 我们就来帮大家详细的看一看玩家持数据是怎么样的 我们就以翻牌圈的气牌率为例 图中每一行代表着一个位置关系 比如第一行就是玩家在大忙位置面对装位的C-bet 每一列代表着一个下注尺度 比如第一列就是面对33%的下注 以此类推 同时我们也把GTO的参考值放在旁边以供对比 我们可以看到玩家持面对flopC-bet确实是防守不足的 并且尺度越小防守的越不足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全范围C-bet这个策略去攻击他们 虽然我相信关注我们频道的同学 一定对这个全范围C-bet已经听到耳朵长简了 但是就数据而言 这个有点俗套无脑的策略确实在低级别非常好用 更重要的是全范围C-bet还可以大幅度简化我们的策略数 因为如果你在翻牌圈没有过牌范围 那你也就永远不会经历check-bet-bet和check-check-bet这些额外的防守line了 我们也就不会在这些地方过多的暴露自己防守的漏洞 虽然嘛这个策略确实是懒了一点 但是常言到逃避可耻却有效 只不过这里有一个例外 那就是当玩家持面对UTG的时候 这里的原因其实也很符合我们的体感 低级别玩家在防守的时候更多的是看手中两张牌到底中了什么 而并不会根据双方的范围进行一定的调整 这也就是为什么玩家持面对各个的位置期牌率都是38%左右稳的不行 而GTO却会随着位置提高期牌率以适应对手更紧的范围 所以呢当我们身处UTG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进行反向的调整 不采用全范围C-bet的策略 因为这时候边缘牌的炸弧会由于对手的过度跟注而变得得悟尝试 我们可以转而执行过牌和下注混合的策略 同时增大自己的下注尺度来压榨对手最多的价值 当然关于剥削下注的研究还可以继续深入下去 比如我们可以针对每一个位置看一下不同牌面下的期牌率情况 从而为每一个不同牌面找到一个最有效的剥削下注尺度 这一部分呢将会作为我们千算大学的学员权益定期更新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你觉得每周的视频内容还不能满足你的求知欲 欢迎参与我们的千算大学项目 更多学习资料 一对一私教机会 高额排手在线授课 速速联系课程顾问语音咨询吧 学扑克找千算 这里是千算Poker 我是梅小板 我们下期再见